声调视觉回馈教学对听障儿童念读与听辩语词,声调之学习效果 声调视觉回馈教学辅助听障儿童念读与听辩 听障儿童他们没办法有效地运用听觉帮助自己声调以及语调的学习 所以作者尝试用视觉回馈作为辅助 所以他们找了资源班的学生来做这个实验 过程中会有教师协助他们运用软体练习 那使用的工具包括国语声调听辩测验 声调教学电脑界面与教学题库 以及华语语词声调评量表 那结果当然在使用声调视觉回馈以后 他们的念读以及听辩的成绩有不一样 但是四个tone不一样的方式是什么 跟同样母语是国语但是没有听障问题的小孩子 有什么不一样 那这是可以值得讨论的地方 另外作者也给了未来研究的建议 像是缩小个别差异 因为他们找来的小朋友年纪不同 听障的程度也不一样 另外也可以在这个实验当中加入控制组 所以后一次材料不一样的讨论